您是我们的救助 您是我们的真理 您是我们的道士 您是我们的光明 我对你 我信仰你 我准记忆你 当你要列力深容的话 你要强调 如果你对人和一件事情 执着的越来越多 很苦越来越 几点资粮不一定要 要很多的钱 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今天也是非常殊胜的因缘 我们大家都集聚在辽宁潘龙寺有听闻佛法的机会 我也是与大家以佛法来交流 心里非常开心 那么我们今天在这里所宣讲的佛法 净除障碍 积累资粮 那么这个意思大家也清楚 我们在座所有的佛友 都是佛教徒愿意成就 愿意获得解脱 但是我们心的相续如果被障碍遮住 那就不能得解脱的 以前法王如意宝的一个教言 叫《中言行之难典》 这里面都已经说过 我们一定要通过四种对峙的方法来忏悔 如果自相续当中 被障碍所遮住的话 修什么生气次第 圆满次第 本尊 那么这些都不能修成的 就像是一面镜子 被灰尘染上的话 那么镜子当中根本不会显出 任何影响一样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 一定要忏悔 首先忏悔自己的罪障 为什么忏悔自己的罪障呢 大家应该清楚 我们来到世间以后 造的罪业是相当多的 比如说你们生长在海边 可能杀生很厉害 从小都是吃海鲜 吃一些水生的生命 所以应该在一辈子当中 可能造了不少的业余 还有偷盗 邪义 说网语 欺语 恶语 心里面产生贪心 嗔恨心 恶心 嫉妒心等等 身后也做了不少的业障 如果我们这些业障没有清楚 想获得解脱的的确确 有一定的困难 因为我们想要开悟 想证悟的话 首先把自己的障碍要清楚 如果你的障碍没有清楚 那么你相续当中的证悟 绝对不可能生起来的 有些人在即生生活当中 生病 出现各种障碍 违缘 这些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相续当中的 罪业没有清净 罪业没有清净 因此我们忏悔罪障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要修行 那么修行当中 当然忏悔的方法是非常多的 但我们在这里应该给大家 说一下忏悔的重要性 如果你没有忏悔 现在很多人想证悟空性 安住在大圆满的境界 禅宗的境界 或者说净土宗的 往生起来的世界 想得非常好的 但是我们好好没有忏悔的话 从无始以来到现在 造的也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说很有困难 如果你的相续得以清净 那么修什么法就容易了 修什么法就容易了 所以各位四种道友 随时都是要忏悔 那么忏悔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 但是最好就是修金刚萨埵 修白子民 这是在有关经典续部当中都讲了 比如说《马途密王序》里面说了 连白子民能清除我们一切罪障 这个续部当中也说了 如果我们念诵了十万金刚萨埵心咒的话 那么清净自相续当中的 一切罪业 后来我们上师如意宝也说过 说是末法时代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念诵四倍多 那这样的话 我们念四十万遍以上 金刚萨埵心咒 就能清净自相续当中的罪障 以前乔美仁波切也说过 如果根据续部的要求 来念诵十万遍白子民 能清净我们相续当中的罪障 那么末法时代的时候 十万遍如果生一死 四十万遍 如果不会念白子民的人 念金刚萨埵心咒的话 那一百六十万遍 那你的罪业再可怕 也可以得以清净 有关经典当中有这个记载 说 我们造了五无间罪 大家都知道 造五无间罪非常非常的可怕 但是你如果念诵了 这样的金刚萨埵心咒 会得以清净的 所以说 我想今天你们自己发愿 我这里时间是不限制 看看你们自己 有没有人能念诵 一百六十万遍以上的 金刚萨埵心咒 如果有的话 我想我们共同会想 一定会是你以前所造的罪业 会得以清净 那么造罪业 这个清净要修四种对治力 四种对治力当中的 第一个对治力就是所谓对治力 什么是所谓对治力呢 我们在佛像面前 菩萨像面前 上师面前忏悔 这样的忏悔的力量很大 金刚萨埵心咒 心里面有惭愧之心 来忏悔 这叫做所有对治力 还有一种对治力 叫做延患对治力 延患对治力 也就是说 自己以前所造的这些罪业 非常的后悔 就像是你吃了毒药一样 特别的伤心 通过这种方式来忏悔 叫做延患对治力 第三个对治力 叫做俯患对治力 什么叫俯患对治力呢 也就是说 我从现在开始 以后再也不造这样的罪业 比如说以前特别喜欢杀生的人 我从今天开始 再也不杀生 发自内心的 发誓言 这种对治力叫做复患 也叫做恢复对治力 第四个对治力 叫现行对治力 什么是现行对治力呢 本来现行对治力有造佛像的 转绕佛像的 以及磕头等等有很多的善性 全部都包括在现行对治力 但是最好的方法就修金刚萨埵 金刚萨埵修法是非常多的 有外修的 内修的 美修 机密修法 但我们今天就简单地讲一下 外修的金刚萨埵法 也就是外修的金刚萨埵我们身体观想的时候一般的 非常普通的自己的身体 在自己的土顶上 观想莲花和月轮 莲花和月轮中间有藏文的白色红色 然后这个红色慢慢慢慢变成了 金刚萨埵佛像 金刚萨埵佛像 你们大家都看见过 以免耳鼻 生色 白色 眼色 宝色 护色 护色 然后手持金刚 宁处 装足 甲斧 这样的一个金刚萨埵 观想在自己的土顶上 然后通过自己念的咒语 金刚萨埵发光 最后金刚萨埵的身体 降下白色的甘露 一直从梵境界 融入自己的身体 整个自己身体里面的所有的 无始以来所造的这些罪业 全部清净 全部清净 最后全部以不弃地影的 什么恶蟹 或者昆虫 一些黑色的杂物的形象 从自己的项链出来 然后一直降到大地里面去了 整个自己的身体变成一个白色的 就像我们白色的瓶子里面 装白色的乳质一样 整个自己的身体 变成一个非常透明的 自相续当中一点罪障 勾染都没有 变成这样的一个身体 那么那个时候 头上的金刚萨埵就开始说话 说善然者 你从无始以来 一直到现在的罪业 全部得以清净 善哉善哉 给自己说这样的一种赞颂 安慰语 这个时候金刚萨埵变成一个白色的光 融入自己的身体 自己的心和金刚萨埵变成无而无别 这就是金刚萨埵的修法 然后在这样的境界当中 慢慢安住很长时间 然后在安住的境界当中触定 触定之后 看见一切形象都是金刚萨埵的幻化 金刚萨埵的幽物 这样来观想 当然你们大家也清楚 观修金刚萨埵的这种修法 连白色明和 连金刚萨埵行咒非常的殊胜 我非常希望 我们在座的人 大家都不造恶业 是不可能的 不管是出家人 在家人 你们很多人说 我业力深重 但你要业力深重的话 你要忏悔 你如果不忏悔的话 光口口声声说 我这个人罪业深重 也不起作用的 一定要每天最少要是念一些金刚萨埵行咒 来忏悔自己的相续 这样之后 我们很多修行的境界会出现的 如果你的相续当中的罪业得以清净的话 那么会出现一些清净 清净最长的相 比如说你做梦的时候 你自己得沐浴 穿白色的衣服 或者自己心里面获得一种快乐 四大都非常调和 调柔等等的 很多这些比较迹象 适合自己意乐的相 这说明你修金刚萨埵 你相续当中的这些罪障得以清净 因此我们这里的居士 不管是你上班的时候 在家里稍微空闲的时候 一定要对自己 对自己有个要求 要么念咒语 要么听闻经书 听闻一些课 要么看书 除了一些真正不得不做的 一些时间的事情以外 能不能大家把这个时间 用在修习佛法方面呢 否则 你们有些人 从小到现在 一直忙忙碌碌地赚钱 工作 生活 有时候为了工作而痛苦 有时候为了感情而折磨 等等 自己的心态 始终都是此起彼伏 反来护去 在痛苦当中熬过来 没有多大的意义 所以说 我觉得大家要忏悔 忏悔的同时 始终都是作为一个修行人 自己的心态要平和 不要特别执着 如果你对任何一件事情 执着得越来越多 痛苦越来越大 有些人是这样的 本来这个事情是很小的 可是在他的眼里 把这个事情看得特别重 看得特别大 这样之后 自己连睡觉都睡得着 每天都是想着这个 每天都是看着这个 一直对自己的生活 就没有头绪了 这就是我们没有好好地学习佛法的原因 因此我非常希望大家 以前所造的罪业 就是得以清净 痛苦好好地忏悔 念金刚萨埗心咒 念金刚萨埗心咒 如果每个人念一百六十万遍以上 乔美仁波切和很多的高僧大德都已经讲了 一定会是罪业清净 你们自己也想一想 从小到现在肯定有很多的罪业 那么一定要发愿 这是我今天讲的第一个修法 第二个修法就是积累资粮 什么叫做积累资粮呢 我们现在没有积累资粮的话 那么获得成就 成佛是不可能的事情 为什么呢 我们需要成佛呢 需要佛的资粮和智慧资粮 大家应该清楚 什么叫做佛的资粮呢 所谓的福德资粮就是我们上供 下侍 磕头 做很多的善事 叫福德资粮 智慧资粮呢 其实是证悟空性的一种境界 当然证悟空性的境界 现在没有的话 我们造法本 建立一些佛学院 或者办一些学校 这些都是属于智慧资粮 有关论典当中也这样讲的 所以我们在座的各位 一定要积累资粮 如果你没有积累资粮 也没有遣除自己的罪障 我现在马上要修无常的密法 马上要获得成就 马上要向开悟等等 也这样来希求 不一定是成功的 因此积累资粮非常的重要 华智仁波切也说过 如果我们没有积累资粮呢 就像是沙子里面取有一样 会不会成功 不会成功的 如果你积累资粮的话 那是真正获得成功的 获得成就的 因此大家随时随地都应该积累资粮 当然积累资粮的方法是非常多的 但是最好的是什么呢 就是按照我们传承上师的教言 共满茶论 共满茶 你们修过加薪的人可能知道的 如果没有修过加薪的话 那么一般来讲 我们平时有几种供法 以前阿底峡尊者不管是到哪里去 他随时带着一个小满茶盘 随时都会供养 有这样的传统 平时我们没有这种满茶盘 没有这种因缘具足的话 按照藏传佛教的 有些高僧大德的传统 传统自己作满茶喽的树营 一般我们就这样吧 这种树营也是供满茶喽的一种树营 就以这种方式来观想自己的前面 释放诸佛菩萨 然后自己所观想的整个三千大千世界 须弥山 四大菩萨以及世间当中所有人天的功德 全部供养给诸佛菩萨 就这样想 这样想了过后 念诵一些满茶的机子 如果满茶机子是在念不来的话 光念一个昼夜也可以 有这么一个简短的偈颂 当然如果连这个偈颂也不会念诵的话 那么心里面观想 整个世间当中所有的供品全部供养诸佛菩萨 就是这样的观想 其实这种方法表面上看 是一般的修法 但实际上确确实实是功德非常大 如果通过我们这种方式来积累资粮的话 龙摩菩萨在《宗观宝满论》当中也已经说了 这种修行是让我们相续当中的智慧和福德 就是可以开发 也就是说通过智慧资粮 通过智慧资粮将来获得法胜果位 通过福德资粮将来获得摄胜果位 因此我们不能放弃 这两个叫做方便与方便胜 《月称论师的《入中论》当中也说了 所谓的空性依靠方便而产生的 方便是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指的是福德资粮 通过福德资粮和智慧资粮应该获得佛果 所以我们在座的人都想获得成就 都想获得开悟 可是我们从来都是不想净除自己的罪障 也不想积累资粮 积累资粮不一定要很多的钱啊 噢 我现在没有钱啊 我没有福报啊 我现在没办法积累资粮 不要这么想啊 你经常看见一些特别美好的风景 特别好的一些环境 看见的时候就供养诸佛菩萨 我刚才到了潘龙寺的时候 真的看起来整个周围的山非常的有劲 心里面也是默默地念 就是供养者 供养诸佛菩萨 这样寂静的地方 庄严的寺院 全部供养诸佛菩萨 实际上我们真实供养与 医患供养没有差别的 我们如果真实供养的话 刚开始的时候供品寻找的时候 也有一定的困难 可能会造很多的罪业 中间我们供养的过程当中也非常的累 也会造业 最后供养完了以后 有些人可能生后悔心 吝啬心等等 产生各种各样的烦恼 但是我们医患供养 供曼叉没有这些困难 所以诸高僧大德论非常的强调积累资粮 积累资粮的这种方法相当好的 要么修起者供 要么供曼叉论 这是高僧大德们的窍诀 光是你口头上说 你要积累资粮 尽愁罪障 光口头上这样说 不一定起作用的 我们修行佛法必须要有实修 藏传佛教有个特点就是 它有一个系统性 有次第性 还有仪轨和窍诀 这几个我认为是藏传佛教里面的特点 那么这些特点 我想说 汉传佛教的在家和出家人 也应该使用 汉传佛教当中 也有很多修行方面的特点 比如说 一心一意忆念阿弥陀佛 念诵阿弥陀佛 那么一心一意安住在自己本来面目的 这种禅宗的修法 还有诸高僧大德们 一直强调吃素 那么吃素真正我觉得是 这是汉传佛教当中的 特别值得学习的 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我们在座的各位居士 也是应该尽量学习 汉传佛教的传统 就不要认为我是学密宗的 我顺顺便便 可以吃肉吧 我的上师开学 我想佛陀都没有开学 其他的上师更不用说了 千万不要传出这样的恶号 这是非常不好 对你的上师也不好 有些人说 这是上师加持的 这是我的根本上师开学的 佛陀在有关经典当中 也是不敢开学 佛陀在世的时候也没有加持 所有的人可以吃肉 没有这么说 尤其是大乘经典当中 并没有开学 所以说 我想 我们该学习的不学习 不该学习的去学习 这一点不太好 因此今天我也非常希望 我们在座的这些很多佛教徒 非常的虔诚 从内心当中对佛法圣三宝的恭敬心 难以描述 这一点我个人而言也是非常的佩服 的的确确相当好的 但是有些行为 我们对佛教的道理不懂 导致一耳传闻 最后在弘扬佛法利益众生方面 造成了严重的罪恶 这一点大家 所有的佛教徒应该引起重视 因为现在整个全球的发展 随着全球的发展 我看佛教也有发展的趋势 但是佛教徒始终都要想 我们的佛教依靠什么样的方式来 才生存 才发展 我认为我们的佛教要发展 要弘扬的话 需要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一定要佛教与佛教徒之间和和团结 互相学习其他宗派的优势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 互相排斥的话 那自己的宗派就无法展开弘扬 这是根本办不到的事 所以说 我想在座的佛教徒 你千万不能想 自以为的 我什么时候得到解脱啊 我得到解脱可以 我只要平安可以 这不是大乘佛教的理念 所谓的大乘佛教的理念 就是想我们依靠佛法来利益天下无边的一切众生 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这个目标很重要的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目标 顺顺便便地想 自我意味地去执著自己的账务 自己的解脱 自己的发财 那这不是特别的殊胜 所以首先要考虑佛教生存的第一个因 团结和和 第二个因素 我们佛教一定要适应社会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我们的佛教经常或者是长期 生存在这个世界当中 必须要世间的人口 如果世间没有人口 我们学佛的人怪怪的 家庭也是觉得你有精神病 然后单位也是觉得你有精神病 什么事情都是弄不好 不可和和的话 以后我们的佛教在人们的烟门当中 逐渐逐渐会消失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在这些问题上面 基督教做得非常的好 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来对自己的宗派 对自己的宗教去维护 去弘扬 去宣传 可是我们佛教徒很多都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佛教徒不要考虑自己 一定要帮助众生 所以我们以前也非常强调 大家放声 我最近以来开始强调 大家对我们人类当中有痛苦的人进行帮助 比如说有能力的话 我们办学校 然后办一些孤儿园 养老园 或者说一些残疾人 遇到这些人的时候 我们居士们大家住之起来 大家互相转告 应该要帮助他 无条件地去帮助 并不是说 今天我帮助你 明天你会不会给我汇报啊 不是这样的目标 我们的目的有两种 一个就是我们的佛教在世间当中永远存在 就是这样的一个目标 第二个目标 因为对方毕竟是众生 我是发菩提心的大乘佛教徒 别人真的遇到痛苦的时候 我为什么不帮忙 我如果没有帮忙 那么我不是佛教徒了 有时候看我们一些善良的人 真的是大乘菩萨 但有些佛教徒的话 好像旁边有些人生病啊 没有钱看病啊 或者说特别痛苦的话 我根本不理他 那这种行为是不合理的 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 一定要在世间当中 所提倡的一些好人好事 我们佛教徒不能歧视 一定要在我们的世人当中 作为佛教徒 表现出一种非常好的形象 只有这样大家都觉得 这些佛教徒并不是口头上说是 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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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行动当中 真正佛教徒是很慈悲的 我最近宣扬《入菩萨行动》以后 里面也一直强调 你们的家庭要和和 你们跟其他人的为人出世 接人待物方面 应该要如理如法 有不少的地方觉得 家里不信佛教的人开始信佛教 因为原来我家人乖乖地经常给我吵架 为了学佛吵架 但有些现在稍微 可能缓和一点了 因为通过学习大乘佛法以后 互相理解 互相让步 修安忍 那这样之后 家人也是逐渐逐渐 对方毕竟是人 逐渐逐渐对你有认可 对你有信任 只有这样 在我们的佛法 不管是在家庭当中 在社会当中 有存在的空间 有弘扬的机会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想 我以为的 我到底怎么样证问 我到底怎么样成就 不要这么想着 一定要想着 我们佛教的未来 这一点我在这里也是给大家提出一个这样的希望 今天主要我所讲的内容 积累资粮 大家平时都是这样想 千万不要认为 小小的一个功德 比如说 我们看见这个佛像 看见这么庄养的佛像面前 供极致相 供极致相 这个功德是相当大的 以前佛陀在世的时候 这个佛经里面 叫做波斯利王 他以前是一个师团布施给众生 但后来变成特别大的施主 还有一些阿拉尼国王的果报 阿拉尼国王也是给佛陀供养七颗豌豆的功德 最后就变成专来王 所以我们大家不要想着 阿拉尼国王 连金刚 萨埃心咒都到底有没有这么大的功德 然后连什么我供极致相 磕极格图有到底有没有这么功德 不要这么想 等一会儿下来之后 大家也是应该对这样庄严的寺院磕头 心里面默默地礼拜 这样的礼拜 《妙号莲华经》当中也是讲了吧 如果人去寺院当中合掌 那么逐渐都是获得解脱的 所以说 我们今天也是非常殊胜的姻缘 大家遇到这个佛法 遇到这样殊胜的佛像 应该说是千百万劫当中 自己所积累的一种果报 应该生起欢喜心 我们佛教既要有理性 也要有感性 感性是什么呢 对佛要有信心 没有信心的话 现在世间上的有些人虽然懂得一些佛教的道理 但是没有信心 所以对他来讲没有意义 也要有理性 为什么讲 如果没有理性 大家都盲目地崇拜 这也是不合理的 因此大家一定要修积累资粮 遣除罪障的殊胜修法 在自己相续当中 遣除一些烦恼 相续当中很难以生起出离心 这种修行 应该要长期的修行 所谓学习佛法 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我们一天两天修行佛法 马上相续当中能生起出离心 菩提心无上观 那就非常容易 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一定要长期地修 辞职遗恒地修持 如果长期辞职遗恒地修持 那么相续当中的出离心 菩提心 尤其是最清净的相难 应该会得得到的 所谓的上司 有这样的问题 现在在哪里普遍存在 就是很多在家的戏土 在家里供异学 方先生 很多 他接触去的很多外套 都成为上司的美丽之类 这个供弦的问题 也就是说 藏传佛教当中一般都有这样的 很多地方有土地圣 这个土地圣有两种 有一种是智慧圣 有一种是世间圣 如果他是世间圣和智慧圣 而且皈依佛法 那么平时供着他 当着护法 不但是对众生没有危害 而且有帮助的 所以在这些地方 很多人对这个问题是比较关心的 但是我们的护法生 其实在六道轮回当中有各种形象 也有邪恶的形象 也有饿鬼的形象 也有一些大碰的形象 还有一些 世间我们看得见的各种各样的形象 所以我想 所谓的这种现 应该大家都是发愿让他皈依佛门 让他皈依佛门 如果你们有些非要供的话 就是让他当过一些护法生来供养 否则的话 我们的佛教里面也是很多观点是相偉的 如果他是真正的外道 真正的一些非护法生来供养 就是不合理的 但是我也找不到什么理由 他是这个外道 再加上我自己也没有这个僧童 到底是应该是值得供养 还是不值得供养 我也就是不敢决定 但如果要供的话呢 应该把他灌着这个护法生来供养 那么我们作为三宝弟子来讲 也不会这个违约我们的三宝戒律 怎么样去做这个公益事业利益众生更合适一些 这个意思 增长福报 增长福报 是这样啊 做一些公益事业的话呢 其实我也没有做过 也不是还特别多 但是呢 就是这样的 做任何一件事情首先心里发愿 这个很重要的 比如说你做任何事情 心里面我做这件事情 不仅是我自己成办这件事情 而且我一定要通过这种方式来利益众生 那么这种心的力量是相当的强烈 当然具体的怎么样操作呢 我想你们对世间法比较明白精通的 因此我在这里不用特别的说明 但是在发心过程当中 一定要有个强烈的意乐 如果有了这样强烈的意乐 那么所做的事情一定会是逐渐圆满的 怎么样把我们一句阿弥陀佛的佛号 和上次几天的地中奏 怎么样努力结合起来 让我们这些老年居士 更好的话向西方的政策 谢谢教授 谢谢 这个王国的政策 与阿弥陀佛的灵画呢 当我选拟拥有点非常非常展開 然而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金巴斯大夫的生命化 面对六四人压 六四大灵朵 这些灵画后的经过来 想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功德 收入 以前也是一个希望大载 一方面一切的老年 可能没有活动了 或者是希望大载 可能记得多了 在这种情况下好好念佛的名号 通过念佛就是清净自相续当中的罪障 通过念佛就是自己的心获得平静 我觉得有些老年人念佛是非常的荣幸 如果不念佛呢 听说我们大年有两个老人每天都是没事干 他们自己也说我们有一个事情干的话多好 每天都是很无聊 过得特别痛苦 可是念佛的老人已经皈依佛门的人不相同 每天都是自己完全自己每天所念佛 磕头 摆佛 那么老人有事情做 因此我想我们在座的各位的一些道友 你们自己的父母如果还健在的话 应该劝他念佛 应该有一些事情做的 我看到有些老人特别无聊 没有意思 活在这个世界整天都是除了造业以外 没有意思的 所以一定要让他们好好地念佛 这样的念佛法门唯一的我们汉传佛教的特点 大家都不用下功夫 也不用文化 一心一意地念阿弗陀佛的名号 当然我们也不能认为只有念佛才是对的 其他所有的修法 咒语 什么都不需要 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所以大家一心念佛就非常有必要 彭义大师以前早期的时候他排斥过密宗 但后来他看见一些密宗的教言之后 非常的后悔 做过忏悔 所谓的一门深入 并不是我们后人所解释的那样 只能看净土宗 不能看其他的宗派 如果一门深入 意外地排斥的话 排斥汉传佛教的一切密宗 包括能阳主和一切阿弥陀佛的新主 往生主 那么这些也是属于密宗 属于密宗全部排斥的话 那恐怕自己的见底也没办法安理 最近他有一个叫小平石的 就是他用自己的一套建议 发明了一个作品的三病灵魂 传说他现在许多非要留意出现的 有他的书 我想问个人看过 关于这一类的书可不可以影响 关于小平石的这种观点 我是完全不赞叹的 凡是小平石的这种书 如果有同的话 肯定不仅是我们的密宗 包括禅宗 净土宗 对所有高僧大德的教法有一定的障碍 如果有人因这样的话 我觉得这些是不太合理的 不合理的原因我也以前写过 现在也是有很多的论典正在播持当中 当然末法时代的时候 一些各种各样的邪师纷飞出现 这也是佛陀的手机当中有的 所以我希望我们在座的一些真正的佛教徒 千万不要跟着小平石他们的一些路去 如果去的话那不要说学净土 学一般的人天教法也恐怕是非常困难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世间所有的这些高僧大德 汉传佛教 藏传佛教 以及世间的大成就者的论典 全部一一的佛人 一一的佛人 这种状况非常严重 所以不管是任何一个牛童主 任何一个居士如果把这些光红 那么他们说明不是正在弘扬佛法 我是有这种看法